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先开圣学根植根 百家姓 我们从第一册 第55页的第二行开始看齐 锐意除尽 上节课 我们学习到厨性 王毅林先生说 厨士 是齐国的大夫厨子的后代 在孟子当中就有记载 关于厨子 那么厨性的起源 关于王毅林先生所说的这一支 是出自于江姓 那么这是在春秋时期的齐国 齐国的大夫厨子的后代 就以祖上的名作为姓氏 那么这就是除性的起源 那么上节课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孟子当中的经文 孟子说 孟子不得知周 除子得知平路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分享 除性的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代表人物 首先继周朝的除子之后啊 在汉朝 在汉朝有除大伯 他是担任建议大夫的官职 那么光武前池节征包勇 那么这是关于除大伯的记载 到了唐朝时期有除光熙 那么除光熙 他是润州延岭人 他的祖籍在延州 除光熙是唐朝时期 田园山水师派的一位代表人物 他在开园年间考中了进士之后啊 就担任了冯毅县位的官职 同时呢 他后来又在四水安宣 还有下归等地也担任县位 但是因为他在仕途官场上啊 并不是很顺利 所以后来除光熙 他就到了中南山去隐居 等到后来他付出担任太主的官职 还有做到监察御史 所以人们啊都称他为楚太主 那么在安室之乱当中啊 除光熙被叛军给俘虏之后 被迫在这个敌军的阵营当中担任职务 那么等到安室之乱平定之后啊 他后来被贬折到里南 所以在江南一带呢 除氏家族的子孙 有很多都是楚光熙的后裔 那么楚光熙他就被尊称为江南的除氏之族 楚氏家族的祖先 那么他还有许多诗流传后世 那么到了宋朝的时期 有一位除敦族 除敦族自言伦 他是晋江人 在宋朝的崇陵年间 他考中了晋士之后啊 他是我们看万幸同伙的记载啊 成漳州龙西啊 他在漳州龙西还有在福州宁德 在福州宁德这个地方任职 而且他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啊 在地方都有会政 很得到老百姓对他的爱戴 所以后来老百姓还为他立了祠堂 那么这是一位清政廉洁的好官 楚敦旭 他做官做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啊 他从来没有利用这个官职 增加他的收入 所以我们看万幸同伙当中说 乌不增一船 田不宜一亩 那么并没有因为他任官三十多年 这么久啊 就给自己盖上好房子 或者增加一些田产等等的 从来没有这样 是非常清廉的 这是楚敦旭 那么厨用 厨用 我们看厨师家族有一幅影点 无稀真义传明远 建阳善政波会长 其中夏连建阳善政波会长 所讲的就是南宋时期的学者 楚用 楚用自行之 他是晋江人 就是今天的福建 那么他在 纯西年间 就是宋朝的纯西年间 之建阳县 他在建阳担任支县 建阳也是在今天的福建这一带 那么他担任支县的时候 也是把地方治理的很好 有慧政 那么宋朝时期的大儒 朱熹对楚用就非常的赞叹 那么关于楚氏家族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呢 我们就为大家补充到这里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姓氏 瑞义楚晋 下一个姓氏就是晋氏 晋氏 王一林先生说楚晋上 和晋社晋强 这都是他列举的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那么晋性啊 他这里提到楚晋上 那么这一支就是出自于敏性 在战国的时期 楚怀王有一位侍臣 叫做上 他是担任大夫的官职 那么上他被封在晋 晋呢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宁乡这一带 所以人们称他为晋上 那么晋上啊 他深得楚怀王和王后的宠爱 他被封在了晋 那么在晋上同一个时期呢 还有一位著名的楚国大夫 就是屈原 那么屈原 他是跟楚怀王啊 他有亲戚关系 又是一个很有德行 很有学问的人 可是晋上对他很忌妒 那么晋上过世之后啊 他的后人就以他的风意作为姓氏 而代代相传 这就是晋性的起源 那么我们看 这个晋性 在万性同谱当中 就记载了晋性的 在历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 我们也跟大家做了 做一下介绍 那么首先刚刚有介绍过晋上啊 是楚姓陈 也就是他在楚国任职的时候 楚怀王对他是很信任的啊 但是因为他嫉妒屈原的才能 所以后来呢 晋上和上官大夫啊 共同毁谤屈原 那么这也造成了一个历史的悲剧 在汉朝时期 有晋强 他是担任焚羊猴的官职 还有晋社 晋社呢 他是在汉朝时期啊 是以忠捐的身份 追随着汉高祖刘邦 从这个晚渠 这个地方开始啊 就是在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时候呢 那么晋社 他立了很多功劳 在汉高祖刘邦 在表彰这些功臣的时候 功臣有十八人 那么晋社他是排在第十 他被封为信武侯 那么下一位是宋朝时期的 晋怀德 晋怀德 我们看一下啊 就刚刚介绍的这个晋社 在晋世家族有一副银脸啊 就有谈到他 我们来看一下晋世的银脸 学忠诚是渊源有志 武伐相及 事业争随 那么其中夏连所说的就是晋社 他是西汉初年的将军 那么在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时候 他就辅佐刘邦 那么在 定三秦和讨伐项羽的这些战争当中啊 晋社都立下了战功 所以这里说武伐相及 事业争取 所讲的就是晋社 好 那么我们开始介绍晋怀德 他是伯州人 他的祖先 他的祖父昌范 是担任殿中城 他的父亲晋尹 是宇成令 那么金怀德 在 宋太平新国 这个期间呢 民法 垒根 外任 就是他 在任职的期间呢 他的政绩很好 那么他统侠 这个军民 统侠部队的时候 军民对他都非常敬爱 这是宋朝的晋怀德 好 那么我们在古金图书级层当中啊 引用了云南通志的一段记载 这段记载呢 主要介绍的是晋石方 那么晋石方 这是一位明朝的大孝子 我们看这一段哦 是云南通志的记载 晋石方 他是姚安人 永川殉岛 那么有一次呢 他侍奉父亲来到京城 但是不幸的是 在途中父亲就生病了 那么病人啊 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所以就不能够像年轻人一样 乘着马 往前走 于是晋石方呢 他就亲自背着他的父亲 背负而行啊 那么到了第二年 晋石方的母亲就生病了 这时候呢 他就连夜回到母亲的身边 那母亲这个病啊 也是非常严重啊 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 瘫痪在床的这种重病 那么晋石方 他就亲自照顾母亲 晋曦抱福 因为一个人啊 他瘫痪在床上的时候 他的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 而且呢 他因为手跟脚啊 自己都不能够支撑啊 所以都要靠人去把他抱着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照顾病人就非常的辛苦 但是晋石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 就这样照顾了母亲32年 逐一日 而晋石方呢 因为他的家境非常贫穷 所以呢 他就靠教书为生 那么他在教书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在他的身教和眼教方面都做得很好 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啊 都很符合规矩 所以学生看到老师的这个榜样呢 也都学到一举一动都很讲究礼述 而且呢 他用传统的这种教育思想啊 来教导这些学生 就是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这些道理来教导他 并且呢 他是把他所教的内容 全都在他生活当中落实了 因此他在私俗里面教导学生啊 就特别出名 即使是地方的这些 饭夫走卒还有女子都知道呢 这个当地有一位靖先生 那么他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 特别强调啊 五轮五常的这个关系 而且他也都是把这些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全都做到 因此在他家庭当中确实是父言母词 子孝父贤 而且家族族人非常的团结和睦 而又勤俭持家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好榜样 那么近十方呢 也因为他孝养父母 并且培育这些年轻的后进人才啊 他的福报跟寿命也都很大 一直活到八十三岁才过世 那么这是近十方 这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大孝子 所以就像师父上人在墨宝当中所写的这样 孝养父母奉侍师长 像这些德行都是我们学习圣贤学问的大根大本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确实的落实 切实做到 就要像近十方这样啊 真正把孝亲尊师在生活当中落实 那么自然呢 他培育人才的时候啊 他所培育出来的学生呢 也各个都能够成就德行 成就学问 那么接着我们来介绍 晋辅 晋辅啊 他是辽阳人 是清朝时期 是属于汉军的湘皇旗人 他的祖籍是在辽阳 辽阳就在今天的辽宁这一带啊 在清朝的顺治年间 晋辅是担任内中书的官职 那么到康熙年间啊 他就担任内阁学士 并且曾经 晋辅还曾经担任过安徽巡抚 河道总督这些官职 那么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呢 晋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臣 他曾经帮助清朝政府治理河水 并且参与平定三番的叛乱 那么晋辅他在治理黄河水患的时候呢 是沿用了明朝的方法 对于黄河进行一个全面的勘察 所以他就提出了 一个详细的方案 对于三大河流 进行综合的治理 同时他提出方案之后 就非常积极的去实施 于是呢 就把黄河的堤坝 建造得很坚固 使得曹运都能够畅通无阻 但是后来因为进府被人诬告 所以后来就被免职了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怀念 他对于治水 以及帮助老百姓啊 平定水患之后 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这个恩德呢 百姓是记在心里的 所以后来清朝政府呢 在江南市民的齐请之下 就在黄河的岸边啊 给进府建立了祠堂 并且后来还追证他为太子太保的官职 那么他在生前 读了至河方略这个书 也成为后世之人呢 至河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黄河的水患呢 一直都是非常困扰的事情 因为他黄河水患 这个智河的这个智和的经验 都受到许多老百姓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好那么关于近世家族的代表人物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啊 大家接着来看 百家姓下一句的经文 吉丙弥松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吉姓 王毅林先生说吉是卫人 他是卫国人 那么汉朝有吉岸 后汉有吉连 后汉有吉顾 这都是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那么吉姓啊 他的起源 王毅林先生说卫人 这个卫人呢 这就是说出自于吉姓的 这一支 是在周朝初年啊 这个康书 他被授封在魏 那么就建立了魏国 那么到了春秋的前期 魏宣公 他把他的太子 就分封在吉 这个吉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的魏徽这一带 所以他就称太子吉 于是他的知宿子孙就以封地的这个地名吉作为姓氏 那么这一支就是出自于吉姓 那么此外呢 吉姓还有出自于江姓的 这是他的另外一支起源 也是起源于春秋时期 在春秋的后期 吉宣公 他的子孙呢 就是知树子孙当中 有人被封在了吉 那么这个吉 同样 同样 跟先前 这个太子吉所封的这个吉 是同一个地方 也是在河南的魏徽 所以 他的后世子孙 也以封地 作为他的姓氏 那么这一支呢 就是出自于江姓的吉 那么吉姓有一个唐号 叫做东海唐 这个东海唐啊 他的历史典故是源自于汉朝时期的吉案 吉案在汉景帝当政的时候 他是担任太子贤马的官职 那么太子贤马这个官职是在汉朝时期所设置的 就是 呃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太子在外出的时候 他是在前面引导威仪 这就是太子贤马 而在汉武帝的时期吉案 是担任东海太守 那么吉案呢 他把东海治理的很好 这个地方人民百姓的生活很富裕 而且社会非常安定 于是汉武帝招他为主部都尉 并且赞叹吉案是一位设计之臣 这个设计啊 古人就是用设计来代指国家 可是吉案这个人呐 他虽然在治理地方的时候以亲近致民 很有政绩 可是呢 因为这个吉案这个人呐 他性格是特别的直 说话呢都特别正直啊 那么常常会犯言直见 就是对于皇帝啊 他很敢讲真话 所以也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呢 最后就得罪了皇帝 那后来吉案因为他犯了一点小罪 被免官 后来又招拜为怀仰太守 那么吉案的子孙呢 就以这个典故立了一个 唐号叫做东海唐 这个东海唐呢 主要还是这个 他在东海担任太守的任上 就是把东海这个地方治理的很好 那么这个典故是这样来的啊 而在历史上有一个成语叫后来居上 这个后来居上的成语啊 也是出自于吉案的故事啊 那么吉案他本来在汉武帝当政的时期是担任钟大夫的官职 但是因为他常常向汉武帝提出很多的这些建议 提了很多意见啊 这个汉武帝听久了 也觉得很不耐烦 所以后来啊就把他调到了东海 东海就是在今天山东和江苏这两省交界的临海的地区 就是东海 结果他做了太守之后把东海治理的很好 所以汉武帝又把他又把吉案调回来啊 做主角都位 这个地位是在九卿之内 那么吉案呢 就还是不改常态啊 常常给皇帝提意见 所以武帝呢也很拿他没办法啊 既对他很尊重 但是他不停的在批评 在提意见呢 汉武帝也很受不了 那么当时有两个小官 叫做张汤还有公孙宏 最开始吉案是瞧不起他们的 觉得这两个人呢 只不过是一个刀比例 常常用欺诈的方法呢 来取悦皇帝 可是想不到啊 后来公孙宏就当了丞相 而张汤也担任御史大夫的官职 而这时候的吉案 他的官职还在九卿之内啊 而像张汤和公孙宏这个小官 很短的时间既然官位 官位就在吉案之上 而且同时还有很多原本比他地位低的人 最后啊 那个官位都坐在他的上面啊 所以吉案后来挺不服气的 有一天啊就跑去见汉武帝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啊 说陛下用群臣如鸡心耳后来者居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陛下您用人呢 就好像堆柴草一样 把后来的放在上面 我们知道你上山砍柴啊 因为古时候那个煮饭啊 常常都是烧柴 所以要上山砍柴 那么你砍完柴 这个柴一定是越堆越高 后面砍的那个柴一定是放在上面的 所以吉案呢 这说话说的很直啊 他说啊 这直接就讲这个皇帝的不是啊 他说您用人呢 就跟堆这个柴草一样啊 后来的把它放在上面啊 前面的呢 这些老臣呢 你把它放在下面啊 那么汉武帝听了也没有作声啊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 后来居上这个成语 它的来源 它的意思就是 后来的超过先前的啊 人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么这个人们开玩笑 就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前浪死在沙滩上 好就是吉案他讲的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是这个成语的来源 那么吉案啊 我们看万幸同谱当中的记载啊 他在这个围观的任上啊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他为政的时候是以老百姓为根本 他非常同情百姓的疾苦 那么有一次呢 河内郡失火 于是汉武帝就派吉案去视察一下状况 他到河南郡就看到呢 这个地方正在遭受水灾 有许多啊 老百姓饿的都吃不起饭 都在路边 甚至于发生人吃人的惨祸 有许多人啊 都饿死在路边 那么这个时候吉案呢 他就当机立断 他也不怕皇上怪罪啊 就以皇帝使臣的名义啊 就打开粮仓 把这些粮食都发放出来 去政绩这些灾民 所以人民呢 对于吉案是感恩戴德 那么当然呢 这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 只是说他跟在皇帝面前啊 他是非常严肃 而且非常直 说话非常直 常常是面折停征 让皇帝下不了台 那么汉武帝对他 当然也是内心里很佩服啊 称赞他是古设计臣啊 这个设计就是国家的意思啊 就是吉案的这个风范呢 可以跟古时候的这个国家的重臣相比 那么甚至于皇帝 要见吉案的时候啊 如果平常没有把帽子戴好 都不会去接见他 可见这个武帝啊 可见这个武帝啊对他内心其实还是很敬重的 那么在吉氏家族的迎联当中 就有一幅帘 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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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派他来 派他来镇计这个地方的灾民 只是他在路上看到这个情况 于是他就顶着压力 就冒充是皇帝的使臣的这个名义呢 于是就把这个仓 梁仓打开去救济这些灾民 这是他积的非常大的这个德行啊 所以这里说 所以这里说贤马 镇民 波美名 他也得以 美名得以传扬千古 下一位是吉莲 吉莲是彭丞相啊 这是他的官职啊 那么三国时期 还有一位北方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叫做吉桑 吉桑他是马牧帅 就是他善于向马 他曾经是牧民的首领 他担任反腐军将军 苟兮破之 就是他和晋朝的将领 苟兮对峙 苟兮破之 后兮墨与时的 那么这是三国时期的吉桑 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南北朝时期的 吉桑 刚刚介绍这幅银联 眼周护音传家话所讲的 就是这个北朝的后卫人吉桑 那么吉桑 他在卫孝文帝的时期 是担任眼周从事 这个眼周呢 就是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那么当时 李县的父亲李氏 他是担任次使 但是他因为一些事情被逮捕的时候 有许多的官员 还有老百姓 都把他送到黄河边上 那么当时的 李氏的儿子叫李县 李县呢 他刚刚满月 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所以他父亲被捕的时候 就很大声的跟众人说 说成因处救何如人也 成因处救我们知道 在赵氏孤儿当中 我们曾经学过这个故事 成因处救他们为了保护赵家的孤儿 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李氏他被捕的时候 就想到家里还有一个 凹待捕的小婴儿 所以他就大声的问 说成因和公孙处救这样的人 还有没有啊 这个时候吉顾就站出来了 他说金谷起疏 他说今日之下和古代 岂有不同啊 那换句话说 他已经暗暗的许诺 要帮助他照顾这个 刚刚满月的婴儿 于是呢 他就悄悄的到了城里 就从李氏的夫人的房间里面呢 把这个小婴儿李县抱回家 然后把它藏起来 结果刚好呢 抓捕的人呢 也要来抓捕这个小婴儿 那么刚好李氏家里有一个婢女 生了一个男孩 就把婢女的儿子交给这个来抓捕的人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保护了这个李县 可是这件事情不久之后啊 就泄露出去了 人们就知道说啊 这个婴儿并不是李氏的孩子 于是这时候 吉顾呢 他就带着这个小婴儿李县赶紧逃走 一直等到朝廷赦免了之后呢 才回来 所以李县呢 就被吉顾照顾和养育到十多岁长大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这个吉顾啊等于是他的再生父母一样 所以这个小孩他始终呢 是称这个吉顾的夫妇呢 称他为爹娘 看作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那么后来在高佑担任眼周刺史 这个期间他听说了吉顾的这个故事之后 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中意 很有信义的人 所以就表彰他 并且呢 启用他担任主部的官职 好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跟肇事孤儿一样啊 我们看这迎联说 眼周护应传家话 吉顾呢 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就保护了李氏的孩子 这个故事就类似于肇事孤儿一样 不过它是发生在南北朝的时期 好 那么吉氏家族的故事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 我们接着看 吉顾弥松 第二个姓氏是丙 那丙氏 王毅玲先生说 泰山下意居者以为氏 这是说他的历史渊源 那么晋朝有丙裕 这个是晋国 晋国有丙裕 齐国有丙下 丙裔之 汉朝有丙尊 三国时期 卫有丙元 后卫丙斗 这都是他的这个历史人物 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好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介绍一下 丙性的历史渊源 那么丙性啊 他的一个起源 其中一个起源是出自于姬姓 这是在春秋时期 晋国 有一位公主大夫 叫做玉 他的采意呢 是在丙裔 是被晋国的国君 分封在了 丙裔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城武县 这一带 那么历史上称他为丙裔 所以后代后世子孙就以他的封地为姓 这就是丙性的起源 那么这一支是源自于姬姓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支是出自于姜姓 这是在春秋的时期 那么齐国的一位公主大夫 叫做茂 他受封在丙 他被分封在了丙 就是今天的山东沸县这一带 那么历史上称他为丙茂 所以后人呢 就以地名 作为姓氏 那么这是 在历史上这一支呢 就是出自于姜姓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丙姓还有出自于 外姓的改姓 就是这个三国时期啊 有汉朝名将李广的后代 归顺魏国 那我们知道在汉武帝的时候 李灵他也因为兵败而投降匈奴 那么后来呢 这个魏帝啊 他就在丙殿 这个丙殿就是太子殿 接见他们 所以次性 次他丙性 这个丙性就是皇帝的次性 那么古时候呢 这个嘉一丙的丙 以及呢 有异字编的这个丙啊 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他的后代呢 也称为丙氏 那么这一支呢 就是由外姓李姓 而改姓彼的 那么丙姓有一幅迎联说 望出鲁郡 是源自春秋 那么这个上连 所说的就是丙姓的郡旺 就是鲁郡 那么源自春秋 就是说丙姓啊 它是源自于春秋时期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为大家介绍 在历史上啊 这个丙氏家族都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以及他们的故事 那么首先我们看哦 在 这个左传当中 有记载着 丙下的故事 就是左传的安之战 有记载丙下的故事 在丙下之前有一位丙玉 他是晋国的大夫 那么丙下呢 在万幸同仆当中呢 并没有记载 他的这个 生平的事迹 他的生平事迹呢 是在 左传当中有记载 在左传的 文中就有谈到 这个故事啊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之战 就是韩觉 有一次 他在战争当中 他就梦到他的父亲子羽 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去世了 那么他父亲就跟他说啊 弹壁左右 就是你第二天早晨 在这个开始战斗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要避开战车的左右两侧 这是他父亲提醒他啊 在梦中提醒他 所以韩觉呢 他在战车当中 他驾着这个车去追赶骑猴 那么丙下就说了啊 就说要去射杀这个驾车的人 这个驾车啊 射其遇者 君子也 这是一个君子 那么齐侯就说了啊 你称他为君子 又去射杀他 这是不合于理的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没有射中间 而是射了他的左边 又射了他右边的人 所以他左边这个韩觉的 左边和右边的人呢 都因为对方的射击啊 而掉到车下或者倒在车中 那么晋军啊 晋国的军队啊 他的将军叫做齐悟章 他就跟随韩觉 因为他自己失掉了他的战车啊 就要跟随韩觉 想要搭他的车 但是韩觉 因为他记得昨天晚上 父亲有提醒他啊 不要站在左边或者右边 所以呢 那么当这个将军要站在他左边 或右边的时候 韩觉啊都拿这个手去制止他 就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 那么后来韩觉他弯下身子 把倒在车中的荣佑 把它安放稳妥之后啊 那么冯丑妥和齐猴他就交换了位置 那么将要达到滑拳啊 这个滑拳是一个泉水的名字啊 这个时候呢 那么齐猴两边的马啊 就被树枝给勾住了 那古时候称这个马啊 就是因为他是坐着马车嘛 中间的两匹马称作福 而旁边的两匹马称作餐 他有不同的称谓 就这时候呢 骑猴的马啊 就被树枝给勾住了 而且丑妇他睡在战车当中呢 就从他身子底下呢 就出跑出了一条蛇 所以他就用他的手臂啊 把这个蛇这个 跟这个蛇在搏斗啊 但是最后他的手臂还是受伤的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推车 他就被追上了 那么韩爵呢 他就手上就持着拴这个马绳 他就站在骑猴的马前 就拜了两拜 然后跪下来啊 他头低到地上 那么这是礼节啊 就古时候臣子对君子 君主啊应该行的一个礼节啊 因为春秋时代非常讲究 这种等级的尊卑的制度啊 那么即使呢 这是对方的君王 那么韩爵对他 这是敌国的君主啊 他也是行这个礼啊 于是他就捧着一杯酒 加上一块玉璧献给其侯 他说呢 我们的国君呢 是派我们这些臣下 为鲁国和为国求情 并且说呢 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土地 而臣下不幸啊 我正好在军队当中任职 没有办法逃避 好 因为这个时候他担任这个职务 就要尽职尽责的来作战 好 而且我也担心我如果逃避呢 也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 好 那么 他说臣下处在战事的位置 就冒昧的跟您报告 好 臣下代理这个官职 是因为我们人才缺乏来充塑的 实际上他这样讲是一种外交的用词 意思是说我是不得已才参加战斗 但是我不能不履行职责 现在我把其侯俘获了 就等于说这个俘虏了对方的国君 那么这时候庞丑妇啊 他就是他想要做这个其侯的替身 他想要代替国君去复难 于是庞丑妇呢 他就命令其侯下车 他就假装他自己是国君 其侯是下属 他就命令其侯下车 好让他呢到华泉去取水来给自己喝 那么郑州妇他驾着骑军的副车 好 那么晚伐是担任副车的车佑 于是他就载上的骑猴使他脱身 好 那么这个时候韩爵啊 他就以为这个庞丑妇呢 他就是真正的敌方的国君 于是把他献上之后啊 那么细克要杀他的时候 他就喊 他说在我之前啊 从来没有人代替他的国君来承担这种患难 好 那么现在在你面前有人在这里难道你还要杀他吗 好 因为我们知道庞丑妇他这个行为啊 他本来是陈下啊 在危急的关头呢 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君王 好 所以他是等于说是一个中意 中非常中意的一种行为 好 所以细克呢 听了这句话之后啊 他就说啊 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 他说 人不难以死免其君 我路之不详 设置以劝弑君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一个忠臣呢 他不畏惧死亡 他愿意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国君 让他的国君可以免于祸患 好 像这样的人是一个忠臣 那么忠臣如果我杀了他的话 这是不吉利的 好 于是呢 细克就决定呢 要赦免他 用这个行为呢 来鼓励 侍奉国君的忠臣 好 所以就赦免了庞丑妇 好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 在左传的 安之战当中 这个其中的一段故事啊 好 那么丙下啊 就出现在这其中 好 那么下面是丙毅兹 好 丙毅兹呢 他是齐国的大夫 好 那么这里的介绍啊 也非常的简单 好 好 汉朝时期的丙媛 丙媛自根据他是朱须人 那么他从小跟管宁啊 都是以节操啊 就是以他的德行啊 为人们所称道 那么丙媛他从小家境就非常的贫穷 好 好 那么有一次呢 他经过血管 好 就是经过这个学校啊 他就开始伤心的流泪 好 这个血管的老师啊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流泪呢 他说啊 我很想读书啊 但是我家里很贫穷 结果这个老师很有爱心了 他说啊 你要真心想学的话呢 你不用交学费 也可以来学 所以丙媛就发愤读书 最后啊 就成为了一代名士 那么后来呢 他到辽东去避乱 一年之后回来啊 那么有许多人都追随着他在求学 所以他一直把他所学的这些学问呢 非常努力的传授给这些学生 那么到曹操当政的时代呢 就聘请他担任司徒传这个官职 历迁五官将长史 他是闭门自首啊 非公事不出 这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有学问的一位读书人 叫做丙媛 生活在汉朝时期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下一位 丙姓的代表人物 叫做丙尊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这个丙原啊 还有一幅对联 刚好是讲到他的生平 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兄弟皆称贤士 是祖孙俱有高明 那么这个 夏连祖孙俱有高明 所讲的就是东汉的名是丙原 他是朱须人啊 朱须人就是在今天的山东 他跟管陵是齐名的 他不但是 自己这一代做的很好 他的曾孙叫做丙玉 丙玉自红文 他也有祖父的风范 那么在晋成帝的期间呢 征召他为博士 但是呢他不愿意认官 所以就没有去接受朝廷的征召 那么这里说祖孙俱有高明 所说的就是这个 我们所所介绍的这位东汉的名是丙玉 还有他的曾孙丙玉 好 下面这位是丙尊 好 丙尊 是担任一郎的官职 那么这是在延西二年的时候啊 在梁皇后去世之后 梁继呢 他很想收养 汉环帝 他的宠妃 贵人 好 叫做邓蒙 他想收养她为养女 好 并且呢 想要让邓蒙改姓梁 好 这样呢他以后就可以把邓蒙啊 扶植当上皇后 好 这就可以巩固他们梁继这个家族外戚的地位 那么当时邓蒙的姐夫就是丙尊 丙尊担任一郎的官职 那么丙尊他并不喜欢梁继 好也对于他的做法非常不认同 结果梁继他因为担心丙尊还有邓蒙的母亲 邓蒙的母亲叫做轩好 担心丙尊和轩呢会反对梁继想要给他女儿 改姓的这个做法 所以他就派人刺杀丙尊 那么丙尊被杀之后梁继又想刺杀轩啊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这就是在古时候啊 确实这个外戚专政啊 会给朝廷带来很大的动乱 好在南北朝时期的丙教 他是后卫人担任益州刺史 他的这个故事啊 就他的生平介绍的很简略 好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丙集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啊 在历史上呢 甲乙丙的这个丙和百家姓当中这个丙性呢 往往是可以通用的啊 所以丙集 我们看他的生平在丙集传当中 史书当中就有记载啊 他是汉朝鲁国人 自孝轻 那丙集这个人呢 他非常厚道 平常呢 他就喜欢给人家 演过阳善 就喜欢 演人之恶 扬人之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德行 而且丙集 他自己有功劳有善行 他从来都不会去夸耀 就换句话说啊 他平常所作所为所积的都是因德 那丙集呢 他在鲁国呢 是担任玉丽 后来升为庭尉的官职 那我们知道在汉武帝晚年的时期啊 就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巫谷事件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就是姜冲这个奸臣啊 他为了诬陷太子 好 于是呢 就利用这个巫谷 等于是用这个邪术啊 来陷害太子 那么因为这个事件呢 汉武帝的夫人 魏子夫 也自杀了 而且呢 这个太子聚 他的妻子儿女 都是连坐受害啊 都受到牵连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宣帝 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啊 他刚刚才出生几个月 这是 皇曾孙啊 就是太子的 这个孙子 他才刚刚出生几个月 也因为太子的这个事件呢 被关在了牢狱当中 那么刚好这时候秉吉呢 他就是负责 在神里这个巫谷的 这个案子的案件 那么秉吉他心里非常清楚啊 这件事情完全是僵冲在陷害太子 太子完全是冤枉的 所以他非常怜悯 这个小小的皇曾孙啊 才几个月大小啊 就被关在牢狱里面 所以秉吉就悄悄派了 非常谨慎而忠厚的这个女子呢 特别对这个皇曾孙呢 对他进行保护和照顾 而且他每天呢 都会来牢狱当中探望 探望好几次 看看这个小婴儿 他的生活起居啊 有没有照顾的很好 那么到了武帝 就是汉武帝的后援年间呢 就有人呢 在观测星象的时候发现啊 在长安的牢狱当中有天子气 就是古人他善于观察天象 善于观察这些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现象 那么他通过观测这个气就可以看出呢 就是未来的天子 现在居然是在长安的监狱当中 就可以观测出来 这时候汉武帝听说了之后啊 他就下了一道照令 凡是关押在长安监狱当中的犯人 不管他的罪状是轻还是重 全部都杀死 都要杀掉 就这时候呢 你看这个汉武帝被人蒙蔽啊 一直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 结果呢奉命要 杀掉这些狱祖 这个关在 牢狱中犯人的使者 在晚上抵达的时候 秉吉啊 他就把门关起来 拒绝不让使者进来 并且跟他说啊 别人 无辜受到冤枉被处死 尚且不可 何况是皇上的 亲曾孙 因为这个小婴儿啊 就是从汉武帝算起啊 他是曾孙辈啊 年纪那么小 又是皇上的亲骨肉 所以秉吉呢就冒死保护他 就使得要来杀人的这个使者 没办法进去 所以只好奏报给皇帝 这时候汉武帝听到了这件事情 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 就触动了他的量 这个天性的这种 善良的这一面 所以他就赦免天下 那么后来这个皇曾孙辈 赦免之后呢 秉吉啊 他又听说这个太子妃 太子妃当时已经被杀了 但是太子妃他的外家 就是他的娘家 有母真君及兄公 就是他的娘家呢 还有家人 于是呢 秉吉就带着这个皇曾孙呢 就托付给了太子妃的娘家 来教养他 好 那么等到后来昌义王被废掉 朝廷就开始商议 要福福福利这个新的君王的时候 还没确定到底要福利谁为君王 那么这时候秉吉啊 他就给霍光提了建议 他说呢 现在 整个天下设计宗庙啊 天下苍生 他的性命安危 都在于将军 这个将军指的就是霍光 都在于霍光是怎么决定的 那么黄曾孙呢 他现在啊 在他在这个太子妃的娘家 他一直 他的娘家 太子妃的娘家负责教育啊 已经有19年的时间 把他教的很好 博通经术啊 对于经典啊 这些方面都非常博通 而且很有才干 他又很具有人爱之心 那么种种的这个条件啊 是完全可以来继承皇位的 所以他就希望呢 霍光能够做主来决定这个皇位的继承人 啊 所以霍光后来啊 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之后 就把黄曾孙迎回来即位 这就是汉宣帝 可是汉宣帝即位之后 秉吉绝口不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 是一直到后来啊 有宫里的一个女子 他出跑出来说 当年他曾经照顾过这个黄曾孙 就他所说的话里面就 就牵连到了秉吉 他说秉吉对于这个内情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时候汉宣帝才知道 自己年幼的时期的这段故事 所以他就亲自啊 询问秉吉才知道秉吉 原来对他有这个救命之恩 你看他积了这么大的一德 他从来不去对别人讲 所以连皇帝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汉宣帝后来就封他为柏阳侯 那么秉吉他要封侯的时候 突然间就生了一场重病 那么汉宣帝很忧很忧虑啊 就怕说秉吉啊到时候一病不起怎么办 那么这时候呢 朝廷里面有一位夏侯圣 我们知道夏侯圣啊 他对于这个阴阳五行 善恶吉凶这方面呢 他是非常 这个通达明了的 所以夏侯圣 这个夏侯圣呢 他就对汉宣帝说啊 他说我听说呢 陈文有阴德者必想其乐 以吉子孙 金吉未获宝非死吉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夏侯圣他对汉宣帝说啊 他说我听说呢 有阴德的人啊 就是他积功累德 而且积的是阴德这样的人呢 一定是有好报的 他必想福乐 他的福报一定是很大 并且呢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他的后世子孙一定都会很昌盛的 而如今秉吉他积了这么大的阴德 而没有获得善报 所以他现在生病一定不是治不好的重病 他的病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 希望陛下 能够放心 就果然不出所料呢 不久之后秉吉果然 病就好起来了 所以朝廷就封他为伯阳侯 代卫相为丞相 那么人们就称他为贤相 他过世之后啊 追加封号为定 而且秉吉的后世子孙呢 也继承了这个侯位 一直到汉朝末年的时候啊 都一直继承着这个柏阳侯的爵位 好 那么这个故事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啊 古人 你看他对于君王有再造之恩 是他的救命恩人 但是事情过后他是绝口不提 不愿意鞠躬 你看这所积的都是因德 好 那么古人他的这种后道 他的人词后道 这种心形呢 是达到了这个程度 好 那么他的这个故事呢 好 也同样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这个吉果的故事啊 以及赵氏孤儿的故事一样啊 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好 这是在保护这个年幼的婴儿 这个功德啊 所积的福德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古人说 众善因得善果 造恶业一定是会得恶报 这是真实不虚的啊 古往今来啊 历史上多少故事都证明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那么我们对这一点啊 一定要深信不疑 好 那么关于这个积性 代表人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姓氏 吉比迷松 下一个姓氏是迷 那迷是 王毅黎先生说 汉 汉朝时期有迷信 蜀汉有迷主迷方 这都是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那么这个迷信呢 在古书有一部书叫做姓氏循远 这里面就有谈到啊 好 说巨蜀之类有迷 即 迷即也 当取此为是 如麦氏 和氏 古氏 素氏之类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巨蜀之类有迷 好 这个迷呀 在古时候呢 就是一种粮食作物的名称 所以在夏朝时期啊 好 我们说这只迷信在历史上是出自于四姓 好 在夏朝时期的同姓诸侯呢 有人就是 是以种植 谜类的 这个 庄稼 为职业的 好 那么在 嗯 这个迷信 我们根据姓氏循远的说法 好 这个迷信就是起源于此 啊 所以这个迷就是一种粮食作物 那么迷信的祖先就是种植迷类的这些庄稼的一个氏族 好 那么同样他举了一些其他例子 比如说有姓麦的姓和的姓谷的姓素的 像麦和谷素也都是属于粮食作物 好 那么这些姓氏它的起源都是相同的 好 那么古时候啊 在上古时期是打猎为生 而到后来开始种植庄稼之后就有固定的收入和收成 这是在古时候算是非常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 所以种植庄稼啊 种植迷 麦 和谷素 这些谷物的氏族啊 他们就是一个相对兴盛的一个氏族 那么后世子孙就以职业为姓 这就是迷信的来源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迷信有一幅磁连啊 因为这个种植这个迷作为它的职业啊 其实在夏朝的时期啊就有哈 所以迷信的银连就说源自夏代啊 就迷信是源自于夏朝 望出汝南 这个汝南就是迷信的俊望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迷信啊 他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代表人物 好 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万幸同谱的记载 好 那么迷这个历史渊源啊 万幸同谱当中说啊要见信愿啊 见信愿当中的记载 在三国时期 有一位迷信 他是平乐太守啊 担任这个官职 那么他曾经 读解过春秋古梁传 有十二卷 还有说要以及汉译 那么可以看出呢 他是啊 在研究儒家经典方面的非常有深深度的 一位学者 明朝时期的迷子石 他是繁志人 在永乐年间 好 考中举人 此外还有云南的 迷纯 他在明朝嘉靖年间呢 是担任四川齐江城这个官职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又特别啊 引用了太平广记当中的一段记载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东汉 那么 末年 在刘备的帐下 有一位重臣 叫做弥竹 好 好 弥竹自子重 他是 这个 我们今天江苏连云港这一带的人 那么弥竹啊 他在东汉末年 是在刘备的手下 是一位知名的 著名的大臣 那么最开始 弥竹他是徐州的一个富商 非常有钱 非常富有 靠经商为业 后来他被陶迁 任命为别嫁从事 那么等到陶迁 这个过世之后呢 弥竹他就奉这个陶迁的一命去迎接刘备 所以弥竹和他弟弟弥方 都是拒绝了曹操的任命 他们是跟随刘备的 而特别是在刘备最需要帮助的这个时期呢 弥竹他们兄弟二人呢 都给刘备很多的资金上的帮助 可以让他重新再起 那么等到刘备他入主一州的时候 弥竹呢就被败为安瀚将军 他的地位啊 比诸葛亮都还要高 在刘备手下大臣当中呢 他是地位最高的 但可惜的是呢 在吕蒙 这个 要攻占荆州的时候啊 就是弥竹的 弟弟弥方 投降 投降这个吕蒙 最后是导致关羽 兵败身亡 那么后来弥竹去 为他弟弟请罪啊 刘备还是原谅他 而且呢 还是像最初一样啊 对他的态度还有待遇啊 都是没有改变的 刘备还是对他非常的信任啊 因为是在最初啊 艰难困苦的时候 曾经得过他的帮助 那弥竹这个人啊 他非常的厚道 好 那么善于其胜 那么虽然他本人没有统帅军队 但是刘备始终呢 是以上兵之理来对待他 哦 那么在太平广记 这里面就有记载 迷竹的一段因果的故事 迷竹他最开始 致富啊是用陶珠宫的 这个方法 结果最后呢 就积累了万贯的家财 可以跟王侯相比啊 富可敌国 那么他藏这些金银珠宝的库房 有上千间 那么在他家的这个养马的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的旁边啊 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坟墓 结果有一天这个迷竹呢 就听到有传来这个哭泣一个女子啊 哭泣的声音 结果他就循着这个哭声啊去找 就看到一个妇人 就跟他说啊 说在汉朝末年的时候 啊 因为赤梅君在作乱 他是死在那个时期到现在啊 已经是两百多年了 啊 啊 所以妇人就希望呢 迷竹可以帮他啊 啊 这个安葬的更深一点啊 就是把他的这个安葬的这个 好 这个坟墓啊 可以把他啊 处理的更好啊 啊 那么后来 嗯 嗯 迷竹看到这种情况 他也非常同情这个妇人 所以就给他 准备了很好的这个 啊 石唇瓦冠 这个棺木 棺材啊 给他备得很好 并且呢 啊 给他 呃 用很周到的这个 这个祭礼 对他进行 祭拜 并且用一个 轻步的群衫啊 就 安置在他的坟墓上面 就过了一年之后呢 当迷竹 再经过这个路旁 突然间就看到呢 在妇人安葬的这个地方啊 就有氢气上藤 好 就像这个龙蛇的形状 好 那么 这个家人 就是家童啊 就跟迷竹说呢 啊 他常常会看到有人啊 在里面进进出出 他也不敢说 好 那么 这个 因为当时的迷竹 他已经是非常富有了 好家里的金银财宝都是堆积如山 好 所以外面的人呢 也 不知道他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 好 就过了几天呢 突然间呢 就有几个穿着轻衣的童子 来跟他说啊 说弥足 你们家呢 会发生火灾 而且会把你的这些金银珠宝啊 这些财产全都烧光 但是你当年呢 因为这个仁慈之心啊 就是 这个富人来哀求他啊 就是他几百年前啊 这个仪谷啊 在 就是在 赤梅军的战乱当中 死去之后啊 他的尸体没有很好的去安葬 好 那么你发了这个仁爱之心呢 就去给这个女子安葬 好 这种德行呢 上天是不会辜负你的恩德的 所以呢 特别派我们来帮你啊 能够避过这次火灾 好 特别是你们家里啊 就是 因为 弥足家里非常富有嘛 就堆积如山的这些金银财宝 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 这些财产呢 都会被烧光 好 所以这些轻衣的童子就跟他说呢 我就是 特别来保护你们家的这些财产的啊 以后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安全 好 结果这个时候呢 弥足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啊 他就开始挖这个沟渠 就是把他的这个 安放金银财宝的这些库房啊 旁边都挖好了这些沟渠 那么后来果然啊 就发生的火灾 好 那么就在火灾非常啊烧得非常厉害 人们都控制不了的时候 这时候呢 突然就看到有几十个穿着青衣的童子来灭火 好 那么又有那个氢气从那个地方啊 就是生发出来 好 那么盖在火上呢 这个火很快的就灭掉了 好 好 那么这些童子又跟弥足说呢 你们啊多最好能够多养一些鸟类啊 有一些鸟呢 他喜欢生活在水上好 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可以避免火灾 好 所以后来呢 他又听了他的话去选了 特别的品种的这种鸟啊 就养在这个池塘的上面 好 因为这些鸟啊 就非常不喜欢这个火 所以可以养在家里呢 就可以帮助他更好的避免火灾 那么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 弥足就感叹了 说人的一生这个财运是有限的 那么有限的这些财产呢 不应该积聚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 好 所以那么刚好呢 呃他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体会到这些身外之财啊 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所以呃在汉朝末年啊 这个呃三国啊 这个三国的时期啊 呃 卫属啊 这个三国他们之间在交战的时候 那么在军备军事方面所需要的费用是很 很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弥足呢 就把他自己的呃 所积积积攒的这些金银财宝 这些钱财用来帮助刘备 好 好 嗯 在他帮助刘备最后得以使得这个蜀汉的政权啊 也得以稳固下来哈 所以刘备一生对于弥足呢都是非常尊重的哈 好 对待他都是以上宾之礼来带他好 好 那么我们在呃 像太平预览还有类似这样的古书 好 以及二十四史的记载当中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因果的故事 好 就像师父上人所写的 论常道德使人羞于作恶 而明了因果令人不敢作恶 此天下大智之道也 所以人人都能够申明因果 这才是天下大智之道啊 好 如果不能够明了因果的话 这就是天下大乱之道 因此因果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好 这是我们的人生一定要建立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好 那么明了了这个道理之后啊 我们自然一生当中都要努力的行善积德 好 那么嗯 特别是像秉吉这样啊 不但是要积德 而且积的都是因德 好 做了这些好事之后呢 都不愿意让人们知道 好 这是基因德 那么能够基因德呢 好 他一定呢 会感得好的果报 好 那么关于这个迷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好 我们再来看几笔迷松啊 最后一个姓氏是松 那么这个松啊 他的起源就也是非常有趣啊 这个松 顾名思义啊 他是跟植物有关 所以他的起源呢 也是跟树跟松树有关 这是在秦始皇嬴政 他统一天下之后啊 他就自称为始皇帝啊 这就是秦始皇 那么秦始皇 有一次呢 他登泰山风扇 他带领了朝廷当中的文武官员 要到泰山去祭祀 可是去泰山的途中啊 突然天上就降下了暴雨 而这么多人手上都没有避雨的这些工具啊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么正在着急的时候 突然间就发现在路上有五棵大松树 这五棵大松树呢 长得非常的茂密啊 郁郁葱葱的围在一起 就像一个大亭子一样 所以秦始皇就带着这些官员 在这五棵大松树之下避雨 那么果然呢 身上的衣服啊就没有被淋吃 等到风雨停息之后 秦始皇就很高兴 于是呢 把这五棵大松树就分为五代福松 来表表彰他的攻击 那么 跟随着秦始皇 上山的官员啊 就有人以松为姓氏 还有说是泰山的当地人 就有人呢 以松为姓 就世世代代相传 那么我们看万幸同谱当中的记载 也是谈到秦就是秦始皇 封松为代福音氏 就是把这个五棵树 五棵树啊 封为五代福松 所以才有了这个松这个姓氏 那么我们看到 在万幸同谱当中记载随朝时期 有一位名士叫做松云 那么松氏家族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好 望出东莞原自泰山 好 原自泰山呢 就是指这个松姓是原自于秦始皇 四丰五代福松 这个事情好 好 那么另外一幅对联 我们所讲的就是隋朝的这位名士 松云 说名士风声光北海 高人咸乐卖东方 那么其中上连所说的就是隋朝的名士 松云 他是北海人 那么北海就是今天的山东的青州 好 我们看古今图书集成当中的记载 这是出自于隋书成节传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松云的生平 那么松云是隋朝的官员 好 那么他这个人呢 性格是非常刚烈的 而且很重名义 他担任石门府对政 在隋朝的大业年间呢 有一次 就是阳后啊 他聚众作乱 就这个起兵叛乱 于是就攻打到了北海县 那么松云呢 就跟随着这个郡县的士兵 就要来讨传 就要来讨伐阳后 那么后来松云呢 他就一个人呢 骑着轻忌 要出去侦查敌情的时候 就被阳后给抓住了 好 那么阳后就逼着松云 希望他对城里的人讲 说这个郡兵已迫 要赶紧投降 那么松云呢 他就假装答应 等到到了城下 他就大声喊 他说我是松云 好 我是为了帮官军来侦查敌情 才被敌方给抓住了 好 那么现在 我们朝廷的官军呢 大举前来很快就会到达了 好 那么叛贼他的兵力很弱 早晚就会被 好 这个 他们的这个叛乱 早晚就会被平息下来 大家不足为优 好 他就讲了相反的这个话 于是后来呢 好 这个阳后 他们这些叛贼呀 最后就把他 好 带下去 并且 殴打他 那么松云就大声的 这个 骂着阳后 他说呢 你们这些老贼 好 怎么敢侮辱贤良 你们的灾祸很快就要到来了 好 那么最后呢 他就被贼军 判军所杀 好 那么城里的人看到这个景象啊 都非常的 难过 痛哭流泪啊 于是呢 他们就士气百倍 好 在这次判断当中呢 北海这个地方最后啊 就没有被这个敌军给攻下 好 那么后来隋阳帝就派郭子健来讨伐阳后 把他击破之后啊 好 那么就知道了松云 好 这个以身殉国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上表奏报给朝廷 好 对他进行表彰 并且追证为曹散大夫本郡通首 好 那么这是隋朝时期呢 一位 非常 刚直 而且中义的一位官员 所以这幅对联说 明示风声光北海 好 就是因为松云的气节啊 最后北海这个地方就没有失守 那么后来 这个叛军的叛乱呢 也被朝廷给平息下来了 好 那么 松性啊 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啊 大家接着看百家姓下一句经文 紧段赴乌 我们开始来学习紧性 这个紧性啊 王毅林先生说是江子崖的后代 江太公的后代 好 穆天子传当中记载 井公 还有井历 以及余国的大夫井伯 厚瀚的井丹和宋代的井渊 这都是井氏的代表人物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先来介绍一下井性的历史渊源啊 井性是出自于江性 那么这个江性呢 源自于炎帝 在周朝时期 周五王 他击败了商周王之后就建立了周朝 好 好 那么这个江子崖江太公啊 因为辅佐这个周五王 建立周朝有功 所以他就被封在了齐 就是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所以江子崖就是齐国的开国之君 好 那么春秋时期齐桓公 他在位的时候啊 呃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啊 就是齐国的国力非常的强盛 而江太公的后代当中呢 就有子孙在余国担任大夫 那么后来 好 这个也因为 他的功劳而被余国的国君封在了景义 所以历史上就称他为景伯 那么这个景伯 他是江太公的后代 景伯的后世子孙呢 有人就以封地为姓 这就是今天这个景姓主要的来源 那么景伯的后代啊 有一位叫景熙 景熙他后来到了秦国 好 在秦国他受到秦木公 对他的赏识 就封他百里义 好 所以我们读孟子会读 读到百里熙举于世 好 那么这个 景熙呢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百里熙 因为他被封 封至百里义 所以他就被称作百里熙 那么百里熙的后代呢 就改姓百里 好 所以说 景熙 景熙 还有百里 这两个姓氏呢 是同宗同源 都是出自于江姓的 那么我们看万姓同谱的记载哈 好也是谈到景熙的历史渊源 是源自于余国的大夫景伯 他是江子牙的后代 所以景氏的银帘中说啊 源自炎帝望出浮风 那么因为江姓是源自于炎帝的 所以这个上连就是指景姓是出自于炎帝 那么下连这个浮风啊 就是景姓的俊望 好 那么我们 下面呢 就 开始介绍 这个历史上呢 景姓 都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啊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好 这个景伯 那么景伯 他是余国 在余国担任大夫这个官职 好 好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景熙啊 景熙也就是百里熙 那么 百里熙啊 他是在 这个靖国 灭了余国之后 那么靖国就把余公 还有景伯 百里熙俘虏了 等到靖县公 他要把女儿嫁给秦母公的时候 这个百里熙当时呢 他是当 他当时是陪嫁的一个小臣 就被一起送到秦国 那么百里熙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从秦国逃到了晚 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 就被楚国人 给抓去了 那么奇目公 他听说百里熙非常贤能 所以他想要用重金把百里熙赎回来 但是又担心楚人会怀疑 又不肯 所以他就派了使者到楚国啊 跟他说呢 说我们秦国的 令奴百里熙逃到了贵国 好 那么我想要用五股羊皮把它赎回来 就是五张公羊皮 那么因为这个价值很小很小啊 楚国人就没有怀疑 就答应了秦国的要求 所以百里熙被押到秦国啊 他已经是七十多岁 这个秦目公李贤下世啊 知道这是一个贤人 贤德之人就亲自帮他打开 这个求索 那么想要跟他商谈国家的大事 这时候百里熙就推辞啊 他说我是王国之臣啊 他本来是余国的臣子啊 现在余国王灭亡了 所以他是王国之臣 我哪里值得这个 就是秦目公想跟他商谈如何治国 那么秦目公就说啊 正是因为余国的国军 没有用你 没有重用你的 没有听从你的这个计策 最后才导致亡国 这并不是你的过错啊 所以秦目公非常赏识百里熙 后来呢就拜他为国相 那么因为白里熙 当时是秦目公用五张公羊皮 把他从楚国赎回来的 所以人们也称他为五谷大夫 后来白里熙在秦国主政的期间呢 就给秦国推荐了贤人 他举荐的简书 这些贤德之人 并且呢 着重于内修国政 施恩于百姓 那么他本人呢 是非常勤政的 平常累了也不坐车 遇到酷暑的夏天呢 也不打开散盖 就走遍了秦国的各个地方 他也不需要车马跟随从 所以虽然呢 他被秦国的国君所重用 但是他没有一点关架子 他的这种行为就感动了老百姓 那么后来秦国很快就发展起来 同时在外交方面呢 白里熙 他施得给各个诸侯国 并且 缔结了跟邻国的友好关系 也不会轻易的 这个 发动战争 所以很快就树立了秦国的威信 这位秦穆公后来能够称霸 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到了 晋献公 过世之后啊 晋国就发生了内乱 到了秦穆公九年 他就派白里熙护送晋国的公子 以武回到国家继位 这就是晋汇公 那么后来晋国发生旱灾的时候啊 秦穆公还送了许多的粮食米面 给晋国来救急 所以晋国的百姓呢 也非常感激秦国的恩德 可是到了秦穆公14年 秦国发生饥荒的时候啊 那么晋国不但呢 不给秦国 就是施与粮食来救急啊 反而呢 还出兵攻打秦国 所以秦军最后啊 俘虏了秦汇公 那么秦国后来以秦汇公 来交换了晋国的河西武城 所以就把秦国的疆域 就扩展到了黄河的西岸 那么另外一方面秦国呢 他往西部又开了千里之地 所以在西戎这一带呢 是称霸一方 那么这位日后秦国称霸 以及甚至于统一中原 就奠定了基础 那么在史记当中 孔子评论呢 说秦国这个国家 虽然是个小国 但是他的志向很远大 他所地处的地方虽然偏僻 但是他所行是中正之行 那么他举武领 武领就是百里希 就是五谷大夫 觉知大夫 任用百里希这样的贤人 那么用这一点来评判呢 他即使是称王 都是可以的 何况是称霸的 所以后世也就赞许 秦木工他当时的工业啊 最为关键的就是他任用了百里希 这样的一位有德行有才干的人 这是他的首要关键 好那么百里希 他原本是叫景希 我们刚刚有介绍过 他是景伯的后代 那么后来因为他被秦木工封至百里裔 所以才称为百里希 好 那么关于景性啊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